好,那么上场课呢,我给大家讲到了这个米尼都学派的前两位思想家,就是泰勒斯和阿拉克西曼德。 好,那么我再简单的啊,把这个阿拉克西曼德的思想,简单的啊,特别是关于阿培朗的思想,简单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因为我们说啊,这个当然我们马上要讲到第三位思想家,阿拉克西米尼呢,又提出了七十万物的美元,是吧,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讲。 但是呢,我们说前面呢,有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美元,后面有阿拉克西米尼提出七十万物的美元,以及更后的还有阿拉克,还有这个赫拉克利特提出了火是万物的美元,是吧,那么呢,这样看来呢,就是说啊,水也好,气也好,火也好,它毕竟是一种具体的物质,是吧,一种物质形态,是在我们自然界中可以看到的。 但是呢,唯独这个处在泰勒斯以后,阿拉克西米尼以前的这个阿拉克西曼德,就是我们上两个讲到的,他提出来万物的美元是阿培朗,这个思想呢,我们觉得是比较超前的,或者是比较深刻的,这样说。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阿培朗它本身不是个具体的东西,对吧,在自然界里面找不出这么个叫阿培朗的东西,这个阿培朗只不过就是我们要是因译嘛,叫阿培朗,那意义呢,我们说了,就是无限,或者无定型,对吧,我觉得无定型可能更好一点,对吧,那么也就是它不定型的,那么阿拉克西曼德他之所以提出阿培朗最万物的美元了,可能是他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当然这只能我们只能是猜测了,对吧,就是他觉得呢, 水这样的东西,它本身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虽然水它的形态是不太稳定的,对吧,因为水它老在变,而且从我们今天那边往下来,水还可以在气和冰之间,对吧,水的温度而发正面化,就是它的形态是在改变的,对吧,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因此从一个具体的东西来说明另一个具体的东西,这中间会存在很多困难,对吧,有些固然可以说明,但是有些格子 十万八千里格的太多了,我们发现,这两者之间呢,就无法从一者来解释另外一者 正是因为这样了,可能阿拉克西曼德,可能他就 考虑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任何事物都是有具,都是定型的 任何事物都是具体的,但是一旦有定型 一旦具体以后,它就只能是它自己了,它就不能再是别的东西了 是吧,因此呢,我们要说,万事万物都是从什么东西里面来,我们要寻找万物的本源,因为我们上次讲了,本源这个概念,是吧,这个阿基,这个词本身,也是,据说是阿拉克西曼德第一次提出来的 是吧,那么既然我们要寻找这么一个万物的本源 那么这个本源就是所有的存在的东西的共同的原因 那么既然所有的存在的东西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有定型的 那么因此我们想,那作为万物的本源的东西,就一定是要在某种意义上 跟具体的万物要区别开来 是吧,那么当然可能它就应该是一种不定型的东西,或者无定型的东西 这个当然是我们今天呢,反过来提拉拉克西曼德在推 是吧,这种思想,总的来说,当然还是比较朴素的 应该说还是比较朴素,是吧,但是这种朴素呢,当然有它的一种朴素的深刻 它也包含着很深刻的东西 所以这样啊,我们说,阿拉克西曼德就提出来说 阿派拉克,或者叫无定型,构成了万物的本源 有这样的事情,是吧 当然我们说这种思想,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呢 就已经有一点这样的意味 就它已经好像把眼光深入到具体的事物形态背后的地方去了 是吧,但是这个背后的东西是个什么东西 它并没有表述出来 它只是用了一个否定词 用了一个无限或者无定型 这样一个阿派朗来表述 就这一点来说,可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因为我们说,固然有这么一个作为本源的东西 这个本源的东西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 有形态的,或者固定化的,有定型的东西 因此我们只能说,它不是 它不是嘛,当然就叫无定型嘛 但是如果我们光说它不是什么 难道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嘛 是吧,当然不认啊 是吧,就是像后来我们讲的下学期我们讲的近代哲学 讲到这个十八世纪,十七世纪的法国哲学的时候 我们讲的当时有一位叫加上迪,他批判笛卡尔的时候 他就说迪迪卡尔老说 我这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个,不是那个 那这个我,如果你光说它不是什么 难道我就知道它是什么吗 如果我们知道布罗法勒不是一个苍蝇 难道我们就知道布罗法勒是个什么东西吗 大家还是不知道布罗法勒是什么东西 因为布罗法勒是亚利山大骑的一匹马的名字 当然我们仅仅说它不是个苍蝇 难道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吗 我们还是不知道它是什么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 而那个西曼德他只是说 这个叫做大牌朗这么个东西 是个不定型,是个无定型 是一个跟所有有定型的东西 不一样的东西 对吧,就这一点来说 他当然超出了那个具体的有形的东西 但是呢,我们并不能因此而知道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对吧,所以我们说这只是一步 虽然这一步已经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开端 但这只是个开端 对吧,也就是说 就这一点来说,诚如后来黑格尔所评价的 就是说他那个西曼德啊 他已经意识到否定的问题了 是吧,他已经把否定作为一个起点 是吧,也就是说 他不是从水、火、汽、土 这一类的具体的东西是吧 他是从对这一类的东西的否定 是吧,但这个否定本身 具体需要还有一个肯定 但这个肯定 那个西曼德却没有跟我们提出来 因此呢,我们仅仅说 它是不定型的 这还是不够的 我们还得说 它还必须在某种更深刻的意义上定型 换言之,我们马上待会进入到 这个 行案上学地位哲学家 进入到毕大格拉斯 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什么东西是一种 既可以说它是不定型的 同时它又是在另外一种 更深刻的意义上定型的东西 是吧 它不定型 它确实是不是任何一个东西 你找不到它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 它又是具有某种规定性的 某种确定性的 是吧 只不过这种定型 就不是感官意义上定型 而是抽象思维方面的一个定型了 是吧 比如说概念 它就是个定型的东西 但它又是个不定型的东西 因为概念我们在现实中国中 我们评过感官 怎么样接不到这个东西 是吧 但是你不能说概念 它不是一个肯定性的东西 对吧 它不像阿培朗 纯粹是个否定型 对吧 但是我们说 从这个感觉的定型 到思维的定型之间 要经过这么一个否定 对吧 经过这么一个 对感官事物的定型的否定 也就是从感官意义上来说 它不定型 但是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很难说 是吧 所以这是我们说 我们再强调一下 阿拉格西曼德 它这个阿培朗的重要意义 它是个过渡 是个过渡 现在呢 我们再看看第三位 这一家 就是阿拉格西米尼 当然相比起 阿拉格前面 阿拉格西曼德的观点来说 阿拉格西米尼的观点 选得好像就有点简单化 对吧 当然 我们在讲它的观点 以前也是简单 先看看它的生平情况 这个生平情况 我们说了 我们不作为 我们讲课的主要内容 对吧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 这个 我们书上 教材上介绍 阿拉格西米尼 是阿拉格西曼德的学生 那么 这个 他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 也对这个 这个 就是也提出了一些广义的 这个科学的见解 在这个方面 那么大体上就这样 那么阿拉格西米尼呢 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就是因为啊 他提出来了 七十万五的美元 这个事项 七十万五的美元 那么关于阿拉格西米尼 阿拉格西米尼 这样那个七十万五的 本源的这个思想呢 那么学界了 有不同的说法 有些人认为呢 他实际上是对 阿拉格西曼德的 一个倒退 对吧 因为阿拉格西曼德 已经上升了五地席了 阿拉格西米尼 又回到了那个气 这气固然是比较 虚无缥缈的 但是他仍然 还是某个具体的东西 是吧 还是某一种具体的东西 在某种状况下 我们也能看到气 所以是一种的 倒退 但是还有一种观点呢 认为啊 事实上呢 这个气啊 恰恰是综合了 泰勒斯的水 和阿拉格西曼德的 无定型 而提出的一个 代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 一个本源 那么我可能比较同意 后面一种观点 也就是说 阿拉格西曼德的这个气 阿排朗 固然我们说是一个 很高明的思想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否定性的东西 是吧 你说它是什么呢 你不知道 你只能说它不是什么 你绝不能说它是什么 是吧 所以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阿拉格西米尼 做阿拉格西曼德的学生 他当然知道老师的思想 是吧 那么他可能对老师的思想 也不满意 正如阿拉格西曼德 作为泰勒斯的学生 他也对泰勒斯 作为 把水当作 万物的根本的 这样一个观点 不满意 那么阿拉格西米尼 他可能就会这样来考虑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确实 应该找出一种 不定性的东西 来作为万物的本源 因为只有不定性的东西 才可能产生出定性的东西 这个思想 肯定是很高明的 而且我想阿拉格西米尼 也是会接受的 但是呢 这个不定性的东西 它毕竟还是个东西 是吧 它不能什么都不是 它总得是个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来找找 自然界里面 有什么东西是最不定性的了 我们发现了气就是最不定性的 是吧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从任何一种意义上来说 气都比水更加不定性吧 是吧 气你本身就是有点虚无飘飘了 已经看不到 但是气虽然不定性 但它毕竟还是某一种自然的物质 毕竟还是某一种东西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阿拉格西米尼 实际上就找到了一个 比水更加不定性 从某种意义上 我甚至就可以说 它就是不定性的 同时呢 它又是某一种具体 具体的物质的这么一个东西 是吧 它仍然啊 这个东西 就是气 是吧 这个气这个表述 就和阿排朗就不一样 因为阿排朗 说的我们一头雾水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一说气 大家就知道了 因为气确实是自然界存在的某种东西 尽管它可能看不见摸不着 尽管它可能不定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阿排 气的体数恰恰就是对 泰勒斯的水 和阿拉格西曼德的阿排朗的 一个辩证的中和 一个中和 实际上我们说 早期希腊哲学的三位思想家 就已经实现了一次 简单的否定之否定 是吧 就已经实现了一次简单的否定之否定 那么这是关于气的 这样一个思想提出的一个 我们后世人来猜测 他为什么会这样提出 是吧 当然 这里面可能也会有神话的影响 是吧 因为古希腊那个时代的 所以家们 不可能往前摆脱那个时代的宗教和神话的影响 所以这个影响可能也在 因为在古希腊的神话里面也有关于 万事万无从混沌中间产生的 这样一种观点 比如说在他们之前 希腊的有一个尤吟诗人叫赫西厄德 就已经在神谱里面 描述了希腊神的来龙去脉 而希腊的最早的 神谱里面最早的神 就是一个无定型的 非人格的 就叫混沌 卡尔斯 卡尔斯混沌嘛 那就是一团大气 应该在摩世上 混沌嘛 这是一团天地未开的 稍微开辟的一团大气 混河噩噩噩的一团混沌之气 对吧 所以万物从混沌里面来 这个当然很可能也是 阿拉格西米迪提出 细十万物美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吧 正如同我们说 泰勒斯说水细万物的美元 是收了这个 在河马史诗里面 说这个大家都尊重海洋 尊重河流 是吧 尊重水 这样一种事实际上的影响 一样 对吧 所以希腊神话的影响也是有的 那么阿拉格西米迪提出 七十万物的美元了 他自己呢 就认为啊 他同意来说 这个气和万物之间 是一种什么关系了 他有自己的一种解释 他认为啊 这个气是万物的美元 那么气如何变成万物了 是因为啊 气本身 他有冷热这两种性质 我们大家还记得了 他的老师 阿拉格西曼德也认为 阿培朗通过冷热干尸 这两对矛盾 是吧 来构造成万事万物 是吧 而分离出万事万物 分离出有定性的东西 那么呢 阿拉格西米尼呢 他认为七流两种性质 一种是热 一种是冷 是吧 那么这个冷和热呢 他就分别导致了什么呢 导致了灵聚和稀散 就导致了这两种状态 导致了这两种状态 导致这两种运动 是吧 灵聚一冷了就灵聚冷 一热了他就吸散 这个也是一种观察的结果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 气壮的东西啊 一样是把它热了以后 它可能就会更吸毛 但是一凝聚 它可能就会是水了 是吧 那么这样呢 所以他说 根据气的这种冷热两种性质 而构成的两种相反的运动 一种是吸散 一种是凝聚 那么于是乎呢 这个气啊 和其他的事物之间 就有一个转变了 风的这种冷的性质 而导致的凝聚运动啊 而导致的凝聚运动啊 那么气呢 就变成了这个风 然后变成云 然后变成水 然后变成土 然后变成石 以及荒木 这是一个 这是邻居嘛 是吧 越邻居 气邻居就变成了风 风在邻居就变成云 云在邻居就变成了水 是吧 实际上我们就说 这几边 中间就不要了 就是气啊 水啊 土啊 水火土气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吧 是吧 就是水和土 都是从气里面来的 水在邻居 可能就会成为土 是吧 这种观言很朴术 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反过来的热这种性质呢 导致的吸散了 这个吸散了 它就反过来 气又会变成火 是吧 气进入吸散就变成火了 火是更吸薄的 也就是火是更吸散的 是吧 这样啊 气是作为万物的美元 可乐 其他事物之间的转变 就是通过冷热 或者邻居和吸散 这两种运动 而转变了 水火土气之间的转变 是吧 然后再变成万物 这种解释了 当然我们说 也非常朴术 但是相比起来 比泰勒斯的观点 好像更有道理一些 是吧 比泰勒斯盲目的 笼统的说水是万物 都从水里边 产生的 这种观点 当然它就比较具体化了 当然我们可能是由于 材料的善失 我们很多 泰勒斯的 比较难 可能更高明的事 我们不知道了 但至少从我们现有的资料看来 阿拉格西米尼 这样的一种说法 就选得好像更加合理 而且他用这一种 内战的矛盾 用冷热这种性质 而导致的邻居和吸散 这两种运动 而说明了 气和万物之间 是怎么转变 是吧 这样就我们不仅知道 万物都是从气里边来 而且我们还知道 万物是如何足气中来 这样大家就更深刻 但是呢 当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有两个问题存在 哲学嘛 就要善于思考 是吧 我们就可以是吧 首先我们发现 我刚才说了 我评价他 高度评价他 他了不起的地方 是吧 他不仅告诉我们 万物是从气中来 而且他告诉我们 万物是如何从气中来 是吧 这一点当然就要比 泰勒斯情景说 万物都有灵魂 所以万物变成水 水变成万物 这种说法就要很高明了 是吧 这是他高明之处 但是呢 我们从这里面 马上就可以看到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实际上 蕴含着什么呢 蕴含着下一个 这一家出现的可能性 是吧 要发现问题 这问题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 就是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它包含了一个 非常深刻的思想 就说明了 是同意 就是个气嘛 七十万物的美元 但气和万物之间 是什么变化的呢 简单的说 用它 我们简单的说 这个观点我们画出来 我们就可以一句话开过 就是说 气和万物的变化 这种子的变化 是由量决定 是吧 是由量决定 是由冷和热 这两种性质的量 以及邻居和稀疏 这两种运动的量 来决定 越冷 它就越变成了别的东西 是吧 越热 它也就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了 那么也就只有 在一定的情况下 它是保持气的 冷了 它就变成了水呀 土了 热了 就变成火了 是吧 因此冷热的程度 决定了 气和万物之间的变化 这是不是一种 很高明的思想 这种思想 实际上就印含着 我们今天 在变成法里面 比较时髦的一个观点 就是所谓 量变 紫变的观点 是吧 就是说实际上是由于 这个 气的这种 冷热 这种性质 实际上就从 我们今天什么 的话就叫温度 温度的改变 温度的变化 就决定了事物的性质 是吧 我这个游子就想起来 我觉得好像 其实在自然界里面 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是吧 比如说这个 好像我看那个 像乌龟啊 海龟啊 是吧 它那个 小海龟的这个性别 就是由 那个卵在土里面 那个温度决定 是吧 温度高亮度 可能就是吃熊的 或者低亮度 就是吃的 是吧 吃熊完全是 由这个温度来调节的 是吧 所以这个性质 这个是改变 它是由量的 温度的量来改变 还有自然界 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么这是一个 很高明的思想 所以这是起义 这个思想 我们想一想 很快我们讲的 后面一个哲译 毕达格拉斯 实际上就跟他 有疏读同归之感 就是一个数量关系 决定的一个事物的差别 数量关系决定 事物差别 当然 他这样还没明确提出来 到了毕达格拉斯 就明确提出来 这个思想 这是第一点 这一点就是我们 引出来 使同学们关注 我们马上要讲到的 毕达格拉斯 第二点呢 这里边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它包含了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自然 安然就会导致 就是说 你可以看 如果气是由于 邻居而导致了水 土 而由于细胞 而变成了火 那我们就发现 那火应该是 比气更细胞的一种东西 是不是 那么如果是火是比气更细胞的一种东西 那么从道理上来说 那也许火就应该比气更有资格成为万物的本源 是不是 因为越细胞的东西是越无定型了 照理来 照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这样 是吧 越细胞嘛 当然就越无定型了 越越 你看这个 到了这个路途也是 越凝聚 它就越有型嘛 是不是 越固定 这个形态就越 越稳定嘛 那越凝聚越细胞 当然就应该越无形了 越无定型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当然我们就说 如果这样一看 那就火更有资格比气更细胞的 果然我们说 紧接着后边出来的另外一个学派的 埃菲斯的 赫拉克里特就提出来 火是万物的本源 是吧 所以我们说古希腊人的思想 他是有连续性的 是吧 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理论上的 或者逻辑上的一脉相成的关系 是吧 因此从阿拉克西米尼 这个关于气和万物转变 这个思想里面 我们就至少得出 凝聚了两个问题 是吧 这两个问题 我们下面就会接触到 是吧 当然 除了这个阿拉克西米尼 这个基本思想以外 当然我们书上也介绍 就是阿拉克西米尼也提出来 这个气本身呢 他还是 有时候也指呼吸 是吧 因为这个气 这个词本身的古希腊 它就是带呼吸的意思 是吧 灵魂的一种虚气 但是呢 在这里面我们特别强调 就在古希腊的时候 这个气 也好 或者其他的东西也好 甚至灵魂 像泰勒斯说的灵魂 是吧 那些概念 不是跟我们今天不是一样 那个时候的这种灵魂 它是没有人脱离肉体的 它仍然是某种细胞的物质 对于古希腊时代的人 尤其是这个时代的人来说 很难想象 有一种脱离肉体 而独立存在的灵魂 这种观点 后来当然在基督教世界里面 是很普遍的了 是吧 灵肉对腻的观点 那是基督教的一个主调 但是呢 在希腊 尤其是在早期的希腊社会里面 人们都很不习惯想象 灵魂和肉体 这么一种可以分哀 是吧 那个时候人们的整个思想 带于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群想 是吧 所谓朴素的唯物主义群想 就是他们总认为 任何事物 包括灵魂 包括精神 实际上都是某种细胞的物质 是吧 它不能离开肉体 没有人可以想象说 一个人死了以后 还有个什么灵魂 这种思想是 在古希腊 我们说一直到 苏格拉底 是吧 和这个苏格拉底 同时去稍早一点的 那个 阿拉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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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们之前 没有这样 很少有 人有这样一个意思 是吧 只从阿拉克斯 阿拉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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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人才逐渐逐渐 有了一种 和肉体可以对立的 或者不同相区别的 灵魂的概念 独立的灵魂 但在这个之前 在苏格拉底 和阿拉克斯 阿拉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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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人是没有这种概念 所以你看希腊神话里面也是这样 一个英雄自为 一个英雄 一个英雄 一个神灵 自为 一个神灵 不是因为他在灵魂上 在精神上有什么 这个独立之处 超越之处 恰其相反 是因为他的肉体 比较发达 是吧 恰其是因为 他的力量比较强大 他都是跟物质的东西 连在一块 他不可能有一个 好像脱离的肉体 而独立存在的精神 或者灵魂 这种观念 在古希腊人 是很淡漠的 因此呢 阿拉克斯 希腊 所谈的这个灵魂 的这样的武器 当然是 还是物质性 还是物质性 这是我们要说明一下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 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了 就是 伊达克拉斯 请不吝点赞订阅